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早在1986年 花莲慈祭医院企业的同时 作为千百年历史建设 惠宁长存精神堡垒的静思堂 也同步动土 意味着 征言上人已经在思考 要做永续的传承 2004年2月 在一次的姻缘下 河南松山少林寺方丈 率团前来访问 席间建议 慈祭的修行是一种新的法门 应该可以立宗 2006年 慈祭走过40年 四大制业八大法印皆已完备 上人于开示中明确指出 因立宗门传法脉 为慈祭宗门证明 2016年更召开世界性的论坛 正式名文《立宗传法》 可要知道 建立了人间道场是不容易 要造人间菩萨也更困难 而且我们这样的慈祭宗门 要开了在台湾 这么多的道场 慈祭在这里立宗 这是一件 在不可能中 已经成为事实 慈祭自1966年 以慈善起步 做中学 做中觉的修行方式 使有别于其他佛教宗派 很多在国外的 有的人回来就有一点 无奈就说 师父我们在外面 一些其他的道理 称祖宗 三伦宗 甚至三宗 他们在这样都问我们 我们是什么宗 当时我都说 你也要跟他们说我们是祖祭宗 他说祖祭宗是要怎么说 我走入人群 那个时候 虽然我是这样说 但是时候气候还不成熟 一直到四十年 我才开始 开始说 你可以说 你祖祭宗到底是什么 佛法成佛法 佛法真的是用在生活中 你看看 那个无量义筋 里面的文 哪一段不是你们在做 每一段 我们去把他发抗 抗给发义 让他刷法 我们也是 去把他帮助之后 一路背叛 一直背叛到后 他们身心自在 同时 他们也可以再投入 这就是度化人间 2006年 上人于慈祭四十周年期间 队内宣布立宗 但队外仍未明文确定 自2012年开始 每年召开国际性的慈祭论坛 与各界交换意见 直至2016年10月 第四届慈祭论坛 以佛教普世信与慈祭宗门的开展为题 邀请世界各地不同的宗教师与专家学者 前来讨论慈祭立宗之举 从而明文确定 立宗传法 所以世界台会在台北开 我很感恩 先找这个学校 他们来 有的研究主席 什么主席 做他们的论文 他到时来 美国法国 就专家学校 工师 他来啊 坐40点钟的日期来费 40点钟 跟他回来 想这段课 我们要向他 工师傅 他说不是 我是要来顾问的 我不会失眠工师傅 是怎么要来顾问的 他说他以主席生认为 给他很多的教材 我们的主席 他人间所在做的 他应用经济学来看来 这是人间最好的课 他就是专天来在表达 他给很多主要 好教育 他才好心 所以他不管一万年没用 他一定会发现他的时间来 我们台湾有一位邮教授 他去看他 他说 感恩啊 我算这段课 当年 够贷美金一千万 他说 他听我实在是很欢喜 他的国际经济教授的国际观 也会有中英国来 还有信夫 还有悔教 基督教都有 副教的法师 顶顶 还有大陆 中文在研究分合的学者 他就是一定的 真正堂 我们主席是身体力行造出来 副导的教育 我们是身体力行造出来 那位邮教授 高雷我说 你绝对有党为贱人 在你幽生前年 你要正式的立祖 持继终门 因为你有法 你有教育 主席正式立祖 这样 只能长长长久久英万团的情感 所以你幽生 正式团化美 主席立祖 门 每一个宗派 都有自己独特的修行方法 慈祭宗门主要是依据法华经 由以法华三部的无量益经 作为奉持的经典 我们的慈祭法门 你们可以从无量益经 开始去透露去了解 因为法华经是佛公的经 四十二年前所说的 到四十二年后佛道 正在下方便 即将开观现实 真正的佛法实在 到底是佛道要说什么 就是菩萨法 佛道就是要说菩萨法 这一部《无量益经》 它的内容啊 非常非常的涉心 我从出家 我从还没有进入我师父的师门里 记得那一年 记得那一年 从中部而到东部 在台东呢 这个马南唐厂总务課长的家里 发现到了《华华经》讲座 那是日本的 它整部经啊 有三部 所以叫做华华三部经 这个三部经呢 华华经的前头 就是《无量益经》 《无量益经》呢 就是华华经的起经 就是要起头的一部经 在华华经的后面啊 还有一部经 叫做《华华经》 叫做《观普贤经》 那就是忏悔 花心花艳忏悔 但是呢 在《无量益经》呢 它就是开头呢 就是一定要把佛陀的得恨啊 先把它呢 诉说出来 就是介绍佛陀 十方之佛的得恨 佛心众生三五差倍 在这样的《得恨品》里面呢 一一一一的很明白 很清楚的 人人心中有佛 人人呢 心中的佛呢 花灰了良能 那他就能拯救众生 再来就是说法品啊 那种真空妙有啊 我们真正的好好地去研究他 佛说的就是大乙座的道理啊 在《十功德品》里面 在《十功德品》里面 那孩子啊 《十功德品》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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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菩薩期待 這一步情人人 不要忘掉 為了要發賣相傳 為了主持的眾人要建立 我也就已經要冠軍 跟他們說主持要怎麼穿 給他們 我現在就在準備 我沒有在雷時 這是說真的 所以有清除的事情 我覺得就說 世間人我現在 沒冠軍已經讓大家知道 如果看就說 這樣跟你說 你還在那裡在轉 還在那裡在轉轉 不出來 師父的心很辛苦 像看師父的畫這樣簡單 這樣好做 到底有幾個真正的體驗到 所以你說我才有為了佛教 佛教的精神 要留在人的心理心 我一死人耶 已經經歷過了半世紀伊上路 我一死人耶 我一死人耶 這麼發明 社群平平一直綷 感觉到自这个人 在世界上国际间 一个一个国家一直生长起来 尽管自这个人 各位菩萨 苏大志愿 用四十年的时间 涅体都给他完成了 接下来 师父就开始准备 为父教 所以我开始 一四十年间都是为众生 面对着人和人的重点 普通 普通 让大家整个菩萨 四十万年后 我才开始准备在感觉 所以我心里完全 要把我发现 叩护起来 我只有一项担心 会玩不会玩我不知道 不过 我是真心难 不过 每一片我就是真用心 每一段我就是告一段路 都会有交代 总的言之 但是人 总有一天 发现 是 我等 留我 这就要 像这样 媒体 可以 把我整理好 好 它就会 等一等 孤孤孤 倒掉 五日菩萨 祈祷 祈祷 祖佛心 那念心 现在要去叫祖祖回来 回归慈祭坟 主祖是有世名 是外 因为它的父名是重的 天下的音音重生这么多 我哪有怕得到 都也是要大家去做 所以真的也是要用很多人的力量 希望它 可以让大家的这个力量 可以这样不断 延熟到千年、百年 那音音重生这么多 希望可以更多人 我们的接力 接力的爱 每个地方、每个国家 大家都会有这一份路式去推动 那这样才有法跟我说 真正做到 与众生 静思法迈其行道 直记中门人间路 我们的法门 我们的法门 静思的法脉 希望人人内心要 静己清晨 自贤西梦 手智不动一百千节 无量法门 无量法门 西陷在前 得大自费 通达主法 这一段 这一段的记文 您可以了解 它的意思 静思古 静直清丁 自贤希望 这一段 就是我们的静思法迈 希望我们人人 会归佛的本性 哪就是 我们的心 要有静直清丁 那种的境界 人人的本性 就是这样的清淨 所以要自己好好把 感觉到我们这一段 清淨的心 人人初发心 那时候 我们要记得 我们遇到什么心情 看到主杰 听到法 会欢喜 开始发心入 这一段心 要手智不动一百千节 那我们的信念 要正确 这无量法门 是现在前 我们也知道 这个法是这样 我们的心收好掉 而不是只有 收好这一段心 收好这一段钱 我们就要再 入灵魂中去 入灵魂的 无量法门 是现在前 不经一世 不长一致 所以我们修行 佛道是来人间 告菩萨法 就是来人间 跟我们人人都可以 生菩萨 菩萨都 就是要主角 还要去教他 所以这叫做 无量法门 因为每一个人的 生菩萨都是 一般的大宗经 过去的人生 如何接触到主角 这些是佛法 如何改变过来的自己 这就是大宗经 主角里面的大宗经 所以在大宗经 所以在大宗经 在内地 我们被处之间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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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了 我们可以带回到 在人生一切的人数目 无不得是 我们所在学 所在听 这个文书 我们听 听了后我们要思考 思考了后 我们身体立行 身体立行带回到 我们都是建政 佛陀所说 人间是空 所以用人数目 来印证 佛陀所算 会一世实相 就是活性 活归到我们人人 本期情情 会活性 所以我希望人人 真正是 到我们的 发购 我们的众望 大家要认真 之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